我们希望能够跟客户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价值合作伙伴 帮助客户在创新方面 在医工转化方面 包括一流学科建设方面 人才培养方面 全方位的形成这样的一个价值合作伙伴 更高的帮助客户推进他们的医疗高质量发展 我们希望能够跟客户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价值合作伙伴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已经有150多家创新合作伙伴 其实我们已经帮孵化了40多家中小企业 博士公司从集团层面对中国市场一直充满信心 所以过去十年 我们平均每年在中国的投资将近50亿人民币 同时我们在新的领域也在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比如说我们在重庆的氢燃料电池工厂的落成 那么未来也会继续加大 在氢燃料电池方面的投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